人们常说啊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人的头上 就是一座大山 其实啊 这粒灰尘落在谁的头上 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无关紧要 都是要被压垮的 今天就说一个大人物被时代的一粒灰尘压垮的往事 他叫彭百山 其实呢 知道他的人不多 因为70年前 他就被压垮了 事情要从胡锋案件说起 50年代初啊 新中国的文化部长是周扬 他有点左 而且他解放前就受党委派去领导上海的文化圈 其实呢 事情就坏在这 人和人相处总会有矛盾 没取得政权时 要团结大多数 有点小矛盾也就忍了 建国以后大权在手 他又懂得一些文化 于是就整出一些是非来 当然文革以后他有了很多的反思 1952年的6月8号呢 在周扬的授意下 这个媒体就开始批判胡锋 很多媒体一拥而上 据现在的看法 根源之一是周扬和胡锋本来就有矛盾 那时候尽管有的话说得很 但还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 但是呢 运动起来以后是很难控制的 尤其在伟大领袖也介入之后 1955年的1月20号 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锋思想的报告 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 胡锋批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 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 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1955年的5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 关于胡锋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编者案 这个应该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编者案说呢 胡锋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团体 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 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于是胡锋等人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 反胡锋运动的这个活动 1955年的5月18日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蒋胡锋逮捕 梅志就是胡锋的老婆 也同时被捕了 6月份开始 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 清查胡锋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2100多人受到牵连 其中92人被捕 62人被隔离审查 73人被停职反省 胡锋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 有期徒刑 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 这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这个事情呢 改革开粉碎四十帮以后 对胡锋有过三次的平反 为什么这三次呢 第一次不彻底留尾巴 第二次还不彻底留尾巴 直到第三次 但是呢 时代的这礼会 那时候就不经意间 就落在了彭百山的头上 那时候彭百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 文化部的副部长 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他是军人 也是文化人 接触他的人 有这样的印象 说他当时穿一身旧军装 腰挺得很直 上衣口袋里 总是别着一支钢笔 面部很清秀 带有几分书生气 批判胡锋运动开始后不久啊 彭百山在上海就突然被捕了 罪名是胡锋反革命集团成员 在此之前呢 上海成立了反胡锋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 毛泽东在北京 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 听取汇报 他听说上海还没有发现胡锋分子 一切还在调查中时 毛泽东非常不高兴的说 上海太斯文了 他问说上海不是有一个彭百山吗 就这样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历史的残酷啊 被领袖知道也许是好事 也许就是坏事 彭百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就是左连的成员 与胡锋很熟 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又在新四军中任职 解放战争的时候呢 曾经担任华东野战军的军政治部主任 24军的副政委 建国后呢 就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 兼任部长的是陈旺道 但是陈旺道没有道任 这是著名的我们国家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人 我手头呢 有一本彭百山的女儿彭小莲所写的 《她们的岁月》这本书 就是这本书 华东师大出版是2011年出版的 我断定这是一本绝版书 不过呢 确实值得读 因为我只是想翻译一下 结果就放不下来了 我很难想象 作者写这本书时候的感受 是忧怨 是仇恨 是愤懑 还是对父亲的思念 在这本书里写到这样一件事 1952年 周扬到了上海 他对彭百山说 30年代在上海和胡锋有一些矛盾和误会 希望和胡锋见面谈谈 彭百山 他太太特意顿了一只鸡 打电话 请胡锋来吃饭 而且说 现在周扬态度很诚恳 你还是来吧 但是最后胡锋还是没有来 著名的历史学家雷宜 在这本书出版以后 就是十几年以前 他写过一本这个书的书评 其实呢 我看了他的书评 我觉得不用发挥什么 去做什么评论 只要把书中的有关段落拿出来 就是让人记忆深刻 而且会潸然泪下的 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彭百山是作为胜利者 进驻上海的 他能文能武 有左连的经历 又有当兵打仗 而且关到军的副政委 这样的人确实不多 一时前途无量 但是还是时代的 这里毁了他 很轻易的就毁了他 其实在胡锋案发之前呢 彭百山已经听说 胡锋给毛泽东 写了一个折子 关于文学的三十万元书 其中还说了他自己的好话 现在看 这些好话反而起了反作用 彭百山曾经对老朋友 老部下王元化说呢 老胡太天真了 比彭百山年轻十岁的王元化 后来对 彭百山的女儿彭小莲说 说当时他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跟毛主席 谈谈文化文艺方针 有什么关系呢 而彭百山却认为 王太幼稚了 说是皇帝 说了就是真理 怎么能跟他去讨论呢 毕竟彭百山比 王元化年长 更重要的 他的革命资历 要比王元化深得多 对党的政治的了解 也要深得多 他了解到了 这个胡锋写了这个信以后 他其实感觉到了 不好了 但是他没有想方设法 去解脱自己 他采取的自保的措施 就是把胡锋给他的 六十多封信件 全部烧毁 这些信件 是他在战争年代 轻装都没有舍得 销毁的 六十多封信 光看这封信 也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关系肥浅 1955年5月19日凌晨 彭百山在家里都被捕 这时候呢 距离解放战争 结束毕竟不久 所以呢 在狱中 他还是凭借着自己 在肃裕将军指挥下 和皮定军司令 一起打过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的老本 和看守人员大声争吵 但是最后 他还是在现实面前沉默下来 这回的时代的灰 实在是太凶猛了 1956年底 他被释放出狱 定性为狐蜂分子 开除党籍 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到农村劳动 1959年 他被发配到 青海师范学院 当老师 这时候正是三年困难的 大饥荒时期 青海的生活更加艰难 彭百山在青海 每天只能喝青蚌面糊糊 有一次回上海探金 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们 怎么也想象不出 青海的生活究竟苦成什么样 在孩子们的一再询问下 他对家人的人说了 自己到青海以后 在火车站出口 遇到的一件恐怖的事情 说就在检票处的出口 看见一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 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 沉得让他几乎走不动路 在出站的时候 检票员疑惑地看着 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 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 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年轻人突然把自己手里的小票 往检票员手里一塞 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 然后撒腿就跑到远处去 检票打开箱子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大家看着箱子 里面装的是一个饿死的人 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 孩子们非常惊恐地问 为什么会切掉一块呢 彭百山叹口气说 已经被吃掉一部分了 听到这些孩子们 谁也没有再提问 确实呢 这个彭小莲写道说 他们已经听懂了一切 这是彭小莲在这本书里写道的内容 这次探亲呢 袁宝说好的是一个月 但是突然得到了命令 让他马上回青海 原来呢 是他在街上碰到了老朋友 翻译家罗继男 罗继男见他便瘦成这样 简直不敢相信 关心了问起他在青海的生活 他说每个月只有一钱油 只得把这一钱油炒半斤盐 吃饭的时候就在青柯糊糊里撒一点盐 这个罗继男听了以后非常难受 就把自己这一个月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特供配给的两斤黄豆 让给了彭家 他还向同事吴强抱怨说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 没想到吴强立即把此事向领导汇报了 捅到市委宣传部去了 彭柏山在上海期间散布消极落后言论 有损社会主义形象 特别是在困难时期 到处宣传阴暗面 起了很坏的作用 宣传部立刻要彭柏山到部里 命令他马上返回青海 这个罗继男呢 曾经当过十九陆军的总指挥 抗日民将蔡廷凯的秘书 1933年11月 十九陆军将领蔡廷凯 陈民书 蒋光奈 联合国民党内的李金生等反蒋派 在福州成立了反蒋的中华 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个蔡廷凯派 罗继男到苏区 去和红军谈判合作 受到了毛泽东的宴请 1957年 反右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毛泽东在上海召集 部分文艺座谈者会者座谈的时候 罗继男曾经问毛泽东这样一个问题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他会怎么样 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天真 也可以看到他和毛泽东 确实关系很密切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 把彭百山的这些话 告诉别人会带来什么后果 吴强这个人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他是一个小说叫红日的作者 也是来自三野的军旅作家 转业到了上海作协 也算是彭百山的下级吧 当时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 吴强可能是因为出于信念 向组织汇报 如果不汇报 这个话传出来 也会受到 他自己也会受到某种处罚 当然也可能就是为了自保 向组织汇报 总之汇报告密是当时的常态 所以呢 这个彭小莲在写这本书里 写到这件事的时候 还是平淡的叙述 并没有太多的愤恨 感叹的就是那种常态 他说说话写字都成了一种负担 回到青海以后 彭百山不甘心坐以待毙 于是开始动用关系 先给周扬写信 后给老上级老同事 皮定军司令员 福建省委书记叶飞 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等人写信 请求帮助自己调动工作 最后还是这些老三爷 请示的老领导陈毅副总理 终于把彭百山调到了福建 安排在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贺敏学是毛泽东的夫人 贺子珍的哥哥 曾经担任三爷某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 和彭百山很熟 因此呢 他对彭百山格外关心 听说彭百山在青海饿得很厉害 严重营养不良 曾经专门到厦门鱼肝油厂 买了20大瓶鱼肝油寄去 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彭百山的工作问题 也是他首先表态 同意彭百山到福建来工作 到了夏大以后呢 他的彭百山的生活工作大为改善 但是呢 还是处在实时的被监视 在汇报中 他讲课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 拿着小本子坐在后排 当他讲到左连时 学校和系领导都来听课 如临大敌 课后还要他交出讲稿来审查 后来认为他不适合讲现代文学史 转而要他教写作实习 对此呢 彭百山并不在意 还是认真教学 并让一名叫刘在富 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吧 叫刘在富的学生担任科代表 刘在富后来感激的回忆说 我的作文一篇一篇的被他修改 稿子空白处到处是他密密麻麻的眉皮 正当二十岁的时候 在我面前出现了这些批评文字 这些关于语言 关于结构 关于如何书写社会与自我的最准确意义上的教诲 使我感到惊喜 并实实在在的感到有一只充满温暖的老作家的手臂在推着我向文学的花果园靠近 这是后来也成为大家的刘在富写的这本书里面序言里面写的话 不久呢 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 福建是最前线 形势呢 格外的紧张严峻 有一次闲聊 因为彭柏山是打过仗的军人 有几位老师就问他 台湾会打过来吗 他说呢 战争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不敢 就这十几个字 马上被一级一级汇报上去 学校党委给他扣上了 反对中央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 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的罪状 接着校方就写报告直报中宣部 然后在中宣部内刊宣传通讯上刊登 罗瑞卿看到了 立刻批示说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1965年10月 教育部直接下令 把彭柏山调到位于郑州的河南农学院 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 文革开始作为胡锋分子 彭柏山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68年4月3日 彭柏山被革命群众毒打致死 这个过程过于残酷 几十年过去了 这个书的作者彭小莲 仍然承认自己 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么残酷的一段岁月 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的打死了 这是父亲去世以后三个月 才通知我的大姐小君去收尸 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玛林的药水里 人已经面目全非 彻底变形了 但是打伤的痕迹 却历历在目 这本书读来让人心碎 我就说到这个程度 其实很多不是我说的 而是雷姨兄说的 其实也不是雷姨兄说的 而是这本书里面说的 我只是赵超而已 谢谢大家